思考很多 但是呢 前线还最近发生的事情 让我们更加知道 灭共真的是 灭共容易 灭你心中共产党的那个共 灭掉你心中的那个毒 红毒 难上加难 比登天都难 那么我们歇下来啊 现在正在看直播的玉米滴小妹 赶快给GFM设计团队 应该赶快跟他们协调 然后呢 我们这个 新中国联邦的设计团队DC 我们的CC啊 还有所有的设计战友 包括文房 世保 都可以出个方案 就把刚才前线这个马甲 大家已经认可了的 Take down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后边就是消灭中国共产党的这个 马甲的这句话 把他真正的用最现代的科技 在黑夜中穿上 就是自我发光的 首先要他要变成像洛尔平安那一样 他变成个小袋子 就是穿上打开 它防雨 发光 夜光 然后呢 能放那个袋子里面 能放在化妆包里面去 能随身携带 最超级的纳米的 柔软的材料 然后颜色色彩要好好设计 那个马甲的肩部啊 别整的那么没有形 有点军人的感觉 马甲 甚至马甲旁边可以放手机 就有点军事马甲的感觉 然后拉锁要很漂亮 然后那个信仰 主要是字体 用英文和各种文 比如说在意大利的 有意大利文和中文 还有英文 意大利文英文加中文 在德国的就德文英文加中文 你在开普敦的就开普敦这个文加英文加中文 全球各地做语言的 我们要大做一批 而且超级质量 质量到 拿刀划不烂的感觉 甚至最后能做出有防刀渣的感觉 要发到新中国联邦的每个战友身上去 因为这一刻到来了 我们需要来做这个事情 好不好 咱们稍后 请大家 所有有设计方案的 请直接 和联盟你们各农场联系 如果有联系这个设计组的 请跟设计组联系 几番人会出一套方案 战友会出几套方案 谁选上以后 有奖 如果是像CC这种大师设计的是吧 这个你设计不好 那你再让下去 没奖 好吧 那这个是话题说完了 咱们谢谢 咱就接着下个话题 谢谢大家 好的 有请我们的导播放入我们第一个话题 从拜登的演讲看世界整个所有的政治 地域文化经济彻底的改变 以及和我们灭公的关系 由成我们的大师男 Erika 独裁政权奄奄一息 文案指导 有伦保正义的顽童 执笔 工程的文人 意大利的不着急 美工 英喜的包笔 拜登总统发出消灭独裁政权的政治宣言 3月26日 拜登总统在波兰发表演讲 表示 普京是独裁者 是屠夫 不能继续执政 俄罗斯人民不是我们的敌人 我们有神圣的义务和全部力量 来保卫北约每一寸领土 我们要为未来的长期斗争做好准备 用民主的力量来挫败专制的图谋 独裁是地缘政治灾难的独流 波罗的海三国和乌克兰曾被苏共占领 1991年苏共解体后 波罗的海三国和乌克兰独立 苏共曾多次入侵波兰 制造了著名的卡廷惨案 二战后波兰独立 并加入华约 继续受制于苏共 罗马尼亚 斯洛伐克 匈牙利 在二战后纷纷加入华约 受苏共协制 1968年 苏联入侵捷克斯洛伐克 阻止该国的自由化改革 1979年 苏联入侵阿富汗 企图控制中亚枢纽地区 拜登表示 历史一次又一次的表明 最伟大的进步来自于黑暗时刻 1941年美国对日宣战 1944年诺曼底登陆 盟军进入欧洲战场 法西斯同盟的灭亡由此开始 1979年 教皇保罗二世访问波兰 表示不要怕 他支持波兰争取民主 铲除共产主义 1963年 肯尼迪在西德时说 我是柏林人 1987年 里根在柏林墙大声几乎 推倒这堵墙 1989年 柏林墙倒塌 两得统一 1991年7月 华约解散 12月 苏共解体 自由 民主 信仰 将赢得世界的未来 波兰总统走访波乌边境 将乌克兰人 抵抗俄罗斯 比喻成八九六四天安门 在自由世界围歼普京独裁政权时 习近平 依然决定与普京同生共死 并要干掉西方 独裁者普京必将被消灭 俄罗斯将迎来自由民主的新时代 俄乌战争背后的元凶 世界和平安宁的独流 中共 将死无葬生之地 感谢您的观看 感谢以下农场 纽伦堡 齐齐工程 达芬奇 英喜 好的 非常感谢我们的大师南娜 然后我也给大家解释一下 我们现在是 三个半羊的 因为现在Niko是半阴半羊 所以说大家刚刚应该听到他有一点点的咳嗽 所以说 但是没有什么症状 大家不用担心 那这么大的话题 我就先交给七哥 这是地缘政治方面 我们时代 现在我们说也说不出来什么 谢谢 兄弟姐妹 首先感谢纽伦堡 七七农场 达芬奇 迎喜 还有我的好兄弟 施南 埃瑞克 这个 太好了 这个大家现在 在两年前 你说病毒的时候 都会觉得离我们远去 恐惧 到现在我们面对 Niko现在是 等待着 复阴 在半阴半阳状态 大家已经都习惯了 昨天在我现场 你看在我旁边直播的小鑫啊 小鑫是有换上这个 也是赴了音之后参加直播的 现在好几个 我昨天那么多人 这就是时代 时间 一年两年就这样了 是吧 你就适应了 但是我们刚才看到拜登的演讲的时候 大家有没有人想过 2017年爆料革命到今天 大根是整个基础最好的 希哥说过多少次了 最终美国和西方世界没有选择 不是他想不想干 不是他愿不愿意干的问题 是他没有选择 习近平和普京的个人友谊 形成了所谓的两国人民 没有上线的 两国战略关系 然后叫金胖 北朝鲜 直接 我发现今天大根像金胖 我突然想起来看 你像金胖的小弟呀 你这样 有点扭转的 北朝鲜style 你这一笑更像了 两个大牙蜂也更像了啊 你别笑 你这些笑别笑 金胖看手表发火箭的 是吧 这个你看看金胖也发导弹 是吧 你看见了吗 然后你看伊朗攻击在也门 所谓的胡塞武装 就是也门搞的 给他无人机 共产党给他无人机 扎萨特 叙利亚直接访中东 你发现了吗 你发现了吗 他是一个世界上最有个人友谊 代替了国家友谊 国家利益 两个人在领导全世界给世界把脉 要整个 普京你看拜登说了吗 他是要搞波罗的海五国 不是三国 可不是搞你什么波兰 杰洛斯法克 罗马尼亚 他要搞你五国 美国不可能乱说话的 你记得丘吉尔说美国人怎么说的了吗 美国这个国家把所有的错误尝试完之后 痛或者流血之后 他会下一个决定 这个决定是没有任何人可以改变 这就是二战之前还没有事实独立的时候 200多年前 美国到中国大清朝 1776年 跟大清朝建交 包括当时跟在加拿大问题 包括大家看到的是买俄罗斯的土地 包括夏威夷投票 包括美国在海外建立军事基地 包括最后到二战 成为世界的帝国 包括建立国际法治布雷登金融系统 他都这么来的 他不在所有的错误尝试完流血 甚至实际生命他是不会做出正确决定的 啊 那么这一次你看到拜登是干了什么 2017年我告诉大家 你们不要期望美国灭共 美国是不可能给你灭共的 他永远是被动型的 他不是主动型的 都到今天了俄罗斯杀那么多人了 他都没说我要把你俄罗斯给你灭了去 他也没说我要一定把普京给你灭了 但是他原话你记住刚才说是不对的 天哪上帝呀 普京啊你就赶快你别干了 这句话你知道是所有的超过甘乃迪 当时说 在那个墙说的包括这个 这个李克总统推倒这个墙 包括说我是柏林人超过了一切 超过他俩的核 就是已经跨过了美国和国际规则的底线 昨天 这句话 是美国任何人不知道 包括我提前我听说这个演讲 大概会怎么定位 因为 特别是那些基金的大佬们啊 都是文贵你怎么判断 你的情报是什么 因为他直接影响到这些 所谓的石油啊 黄金啊 大核 特别是比特币啊 七哥 可以说是在他们心中有 至高不上的信用嘛 我跟他说 我说拜登会说 普京你滚蛋 他说我们听说没有这个话 我说我只是蒙啊 我说我一点情报没有 我说情报是他这个演讲 会很明确 只要你塔进北约一步 我大兵一准备好 天路空绝对收拾你 而且会暗示给俄罗斯 什么样怎么样 我但是我认为 我说我完全瞎蒙了 我说我对拜登这48年的政治生涯的了解 我说拜登会倾机一生之力 他会他会做出他你想不到的动作 我拜登是个绝对的专业政客 这他不会放掉这个机会的 就像一个一辈子朴实的狼看到这个机会 他一定不会说我咬你两口拉球岛了 他一想想这次我得吃的精彩 因为全人类的事项 你第一次 要无限次重复拜登这次演讲 你记得希拉里当年说什么话吗 希拉里说美国要利用软实力 在控制世界 整个中共研究了一年啊 说这个拜奥巴马 这个希拉里的软实力是什么媒体 网络 他理解都是这个了 所谓的正义人权 民主 他真的没有认真想过 当年你知道跟着他的牛叉了 跟着这个 当时胡锦涛时代 最高制空的几个人我都跟他们聊过 滕文生王沪宁我都跟他们深聊过 我可以告诉大家 你们可能就无法相信 他们不像你们想象那么牛叉 当年的七个 我就看出了共产党的弱象 他们对世界的认知是超出我们常人的 想象的无知 而共产党最享受的事情 因为他有计划制 每五年一个制度 每五年一个制度 他说美国没计划 瞎穷弄 为四年换一个总统 瞎胡倒 没有延续性 所以 纵犯亲离 他说我有计划性 他以为这个就是我的优势 美国四年换总统和八年换总统 叫钟摆效应 我利用钟摆效应 他老换来换去没人信他 我干掉他 然后内不内乱 这叫我一直说钟摆效应 但他忘了一点 美国人 有钟摆效应 有两党斗争 他的软实力不仅仅说的是这个 他说了其中一个最根本的问题 就叫信仰 共产党是没有信仰 他是不懂的 知道吧 就像火来 是吧 火来一看 就属于这个好色之男 他一看美女 他马上就想到了色情 你看看我们山姆兄弟 一看就是老实人 一看到人就想到吃饭 爱吃 爱喝那种 他是人的身体本能决定 他这个共产党以为 他玩 他没想到美国人真的是 跟欧洲人是信仰 和种族是他的纽带 再加核心利益 拜登 又能够轻易间 拜托上帝 你这滚蛋吧 这比他在念稿子 还重要 你看他 你看他演讲 我在这儿昨天看两遍 你看他讲讲他累了 八十多岁老人了 到最后的声音就控制下来了 孩子 家人 兄弟 你看看 我给你俄罗斯个机会 是吧 该硬说硬 该软说软 然后呢 不经意间把这一下子前两个总统 一下子就过去了 就这一句话 拜托了 上帝啊 别让普京在这儿了 这是今天咱谈的主题的第1个核心 第2个核心 你知道拜登主席演讲的是什么 这个中间是 话里话外就是一句话 就是中国共产党 中国人 昨天的危机当中 没把中国人和中国党分开 人家把俄罗斯人和普京分开了 俄罗斯人 我知道你们 甚至说你可以回到我这个大家庭来 只要没有普京了 欢迎你们 你们也是受害者 普京 不能再干了 但是昨天一再的暗示着 邪恶 独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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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独裁和人民 独裁是什么样 独裁从来不会民主 独裁标志帝国 哇塞 那个奖 都在指习近平 但他没把中国人和习近平分开 我看了我后脑勺发凉 就是拜登的本人 你们研究这个 拜登这个人 骨子里边 我跟你说 他你别看跟习近平去勾兑 俩个人那么好 你看到那么多故事 几十个小时 然后习近平在党内就不行了 听说习近平就大手指头手了 你看 你看看拜登对我佩服的无体努力 你们千万别以为我是在开玩笑 我可以负责百分之百是这样 就是一谈到拜登的时候 习了 哎呀这意思 咱俩啥都干了 就中国那个就是农村人 跟某个人 一开始想见村长 跟村长熟了 再跟村长一起 去看过人家那个厕所 这个当地妇女脱光屁股 再甚至偷过 八个老太太骨衩子 欺负过哑巴 这就认为我跟村长一个级别了 他就这种人香味 你看他这个村长都跟我一起 看人家 去那个当地老太太 就去拉屎尿尿了 我八个骨衩子 他就这德行 他就弄点手 这是会上人原话告诉我 他说习 从重庆回来 四川回来 说拜登 就这了 就像大哥现在下去直播 一个老婆一说七哥 哎呀七哥 七哥 那一定是这 七哥啥我不知道啊 是吧 我比七哥牛多了 你看我这牙比他大多少 我都像金正恩 是不是 那一定是结局 他以为他了解了拜登 他以为拜登跟他交心了 但是习近平和共产党 最大的错误 他忘了 拜登四十几年 实际上你看到所有一个 对中国没有好过 拜登从来没对中国有好过 你可以看拜登总统 所有这四十八年历史 他在整个参议院最牛的人 这么多年人 没对中国有好 可怕不 拜登他是个政治家 他是美国人 人家没有必要对你好 没有义务对你好 他和奥巴马 他和这个奥巴马执政期间 就是在洛杉矶那场见面 庄园见面 那时候的奥巴马是没有任何政治独立 决定能力的 你们可别搞错了兄弟 奥巴马时期 严格讲总统是拜登更恰当 严格讲他是更恰当 所有那天把习给踢出去 他就没搞明白 背后决策的是拜登 这七个是亲自参与者 因为有人是当时这个会前 会后来 我跟你们说过多次 也看过他们很多秘密简报 是他到现在没明白 把你习近平给你 就让你丢人 彭雷元下着 踩着从飞机上 裤子踩上 裤子踩下来 回去就到了普京那儿去了 严格的始创者 始作用者是拜登 结果拜登给他面子 你当上总书记了 回去给你 我跟你弄利益 战略 我跟你玩玩 习就自我感觉良好 好都不行了 然后跟普京个人也好 他以为 你拜登到我这儿 你是副职人 甚至我可以帮你 然后我就 居高临下了 甚至有抱一箭之仇的 这种心 都有 但是他不懂的一个国际政治 他不了解这个世界 最大的问题 中国人现在生存的环境 和拜登这个国家生存的环境 他本质是绝对矛盾 真的就是鱼和鹰在对话 而且你把本质没认清 你就给人家又要干 又要干 还认为个人感情 个人关系 还能影响这个对照干的这一切 这是政治上的无知 土耐义 就像当年邓小平 还有钱其身 所谓的中基的建议里边说的话 这是真实的 这是谁编的 不是中基 中基没这个尿性 他也不敢 他绝对伪君子 绝对投机主义者 他的秘书英国圈 不是他写的 但是谁干的 我告诉你 台湾人搞的大外宣 这台湾人挑拨共产党内部挑拨习近平干的 不是中基弄的 但有道理吗 有道理 当年邓小平和前其身都说过 永远要防住俄罗斯这个狼 他是我们最大的威胁 俄国不可信 不可交 绝对不要因为和特别那个建议提到 我不要因为俄罗斯一千亿美元 大家记住习之前实际四百亿美元 四百亿美元的交易 还都是武器 然后再努力到一千亿 最后弄了四千亿 就是不要因为俄罗斯一千亿 影响美国和欧洲一万七千亿美元的贸易 在乌克兰问题上 一定不要选边站 坚决的反对 欣战乌克兰 当年阿富汗的事情 那还有这个格罗地亚事情 中国明确的反对 侵略就是侵略 是吧 这是不是很对 然后严重的反对 国内现在的所谓反疫防疫政策 是防疫政治 大隔离清零政策 说要科学防疫 要有经济能承受下情况防疫 这都是对的 但对俄罗斯这是清醒的 邓小平说过 你知道还谁说过 我本人胡锦涛亲自见过不下三次 我昨天我真还是查了他 我有一些信息 不下三次的说 他在那个北京秘密讲话 所谓国内的企业家 当时马云的孙子也在 马云马化腾 这几个大脑都在 流传之 谈到就是中国科技发展的时候 就胡锦涛说 我们在科技上只有一个原则 就是想尽一切办法 拿来注意 就是偷 西方美国那么知道 我们就偷 拿来后要变成自己才重要 这个科技治国 胡锦涛讲过很多绝招了 你不要以为胡锦涛就 人家他当总统计 没有想那么笨 虽然没有七哥那么帅 那么有个性 窝囊点 但是人家很多方面是七哥 这八辈子也学不上的 你知道了吧 人家是有一套思路的 讲到俄罗斯的时候说 俄罗斯这个国家的科技 不可信不可用 除了重型武器之外 我对胡锦涛当时管不下 他玩大家伙行 他玩小的不行 这次俄罗斯战争体现出来了 战装式坦克 简直就是棺材 这个战争已经到了 不接触式的战争 就是通信 就是定位 就是技术 就是电脑 就是芯片 而且是不接触战争的 核心是在天上 不在地上 而且是自动化 当年胡锦涛的讲 科技之国 你看这次拜登到前线 就这么自信的说 你不敢 你不能踏进我欧洲半步 十万大军我准备好 这个里边兄弟姐妹们 他又有另外一个诚意 能把世界上第二大武器科技国 可不是你中共 美国总统就在你家门口 对着这么说 那有百分之一百的灭你 那不是百分 没有百分之一百万的要灭你 他带着身边的几个人 你看谁啊 美国的就几个人了 国防部长 情报局长 是吧 就都在旁边了 就咱几个现在一开会就决定了 打你就根本不用什么按钮了 一视眼神就开始了 天上地上水的 你看他全带着呢 你谁有这本事啊 你说这些人要打中共国 你说中共国有机会吗 结果 大家可以看到一个 拜登昨天演讲里边 话里话外就告诉 民主跟这帮主彩是绝对对立的 还有建造这些帝国者绝对对立的 现在就剩了几个人了 其他咱可以放个屁把他崩了 不用搭理什么伊朗啊 那些小国家啊 什么叙利亚 咱就说就是中共和俄罗斯嘛 而且日本竟然提前宣布 格子拜登这要去 日本要开放宣战权 一下子把整个世界变了 日本开放宣战权 你说日本要去打乌克兰 我请问你们个问题 昨天我跟国内几个军事专家聊天 我说我问你 如果是日本去打乌克兰 你觉得会什么结局 他们说嗯 你这个问题好 他说真的不会用三天 就打下来了 我说日本在尊重国际 就是战争基本规则情况下 不会杀富人孩子 不会乱炸情况下 三天拿下乌克兰 咱不玩核武器情况下 我说给日本 只给他72小时 日本能制造出五枚核导弹 马上72小时 我说他是保守的 哪一枚核导弹的威力 都不会亚裔中国 还有俄罗斯 你别说你弹头多 你要想毁灭一下 一个就够了 日本有这个能力 以色列有这个能力 日本这个宣战权意味着什么 和拜登是呼应的 然后北约人家去干了个什么 北约 北约把全欧洲的 所有的所谓科技军队的 所有人全掉钱 特别是英国 英国在这一次在乌克兰上 哇塞 这个建策法绝对 一百分给他 钱 人 政策 执行 态度 思想 演讲 全面协调 你看出一个成熟的国家 在国家安危的问题上 有个人注意吗 中国人啥时候能懂 当你一生中都依靠别人的时候 你永远是个工具和奴隶 你没有参与权 而英国欧洲就是人家全民参与 各个领域没有任何政治目的 我们爆料革命的战友 大家想过没有 就买个卡 投个资 就觉得这是应该农场来给我办 当任何搞不懂的时候 就像我们瑞安平同志 这个就来问来了 哎这咋不是啊 这号不对啊 是吧 这也不对 那也不对啊 他要问 这是我们安平妹妹是最特长的 爱问啊 啥都搞不懂 啥都是不正常 然后都出问题 这样的群体 你看我们现在就从昨天到今天 光买G翻身 要给我发信息 我就没法回了 这成千论万的 我手机到今天已经四次死机了 然后呢 昨天被黑了 我换了个手机 又换了个手机 还死 今早又死了 就被发信息发了 就是怎么买G翻身 找七哥 一个自我能力 自我思考 不独立的人 你怎么可能有民主 英国告诉了你 为什么大英帝国 一千年创造了民主 尊重别人 自我解决 关键时候 走在前线而去 集体决定 这是为什么一个集体生活 几乎日本是个群居的国家 一个岛国 所谓团队上最好的 但是在这一场当中 确实绝对从上往下 85%的人认为日本开宣战权 这不是政治操作 是民心 说到这 拜登这一场演讲意味着什么 世界到了三个重大的转变 已经彻底结束 这是不可思议的 世界的所谓的联合国 基本解体 没有什么五个常温国 印度中国基本上就是出局了 俄罗斯出局了 联合国结束了 就是国际规则重新打破 即使存在 未来一定是日本加入 乌克兰这都被要提名 肯定了吧 第二 欧洲 欧洲前所未有的团结和一致的行动 包括脱欧的英国 形成了真正的大欧洲 但是欧洲将未来精神图腾 就是乌克兰图腾 也就是欧洲北上化 肢解俄罗斯 已经从西欧的中心 变成了东欧的中心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